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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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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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山醫學大學 副色醫院負財科的合進醫師 那我自己其實也是 中山醫學大學的 國際醫療中心的前任執行長 因為現在改行了 所以這個位置就暫時沒有坐 那我自己也是 我們後來我們之前跟 李明亮前組長創了一個協會 是台灣健康服務協會 我自己在那一次 那其實我們這些協會 做的事情事實上就是 沒有到像國際醫師這麼的有系統 那我們其實是 也是做所謂一般俗稱的國際醫療 當然跟系統上差很多 那我們過去就 我們每次在講 在做這個事情就會有人說 你這是國際醫師我們都不是 程度差非常多 他們這個程度是非常有系統 而且去的地方是很明顯的 基本上是不能挑 就我的理解是這樣 大家非常想知道 那像我們會有一個狀況是說 你至少要挑一些 不是太離譜的地方 好像是想要去海地 那聽說我明明就不讓我去這樣 他們就覺得說這地方危險 那他覺得 他還有一定的程度說 你要去做輸出的時候 我要確保你的安全 但是國際醫師這邊 他們在任務上 還有受訓的狀況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們自己之前有一個同事 也是國際醫師的身分 那不過現在他有沒有在 他有沒有在做我身上不清楚 那其實伊波拉這個議題 今天我其實看到這麼多人來 我是一直覺得 等一下的問題會非常的熱烈 由於是中三一 有非常多的同學來 我相信你們會負責問問題的事情 不會讓老師太辛苦 那我不要佔太多時間去介紹 去講我的事情 因為我非常想要聽接下來的事情 那我們等一下其實今天 我們的講者是劉振昆 劉醫師 他在Fill裡面 在這個部分已經做了六年 那也是國際醫師 在香港這邊的董事 對 董事會的董事 那我相信今天大家其實非常focus 在兩個事情 一個是國際醫師這個系統 跟他們所做的任務 那第二個事情 除了伊波拉這個議題 大家想要了解他到底怎麼一回事之外 當然也是很想知道 是說那國際醫師 在這樣的議題之內 他們的伊波拉我們的狀況如何 好 那如果 除了這樣剛剛有大家提到說 假設這個伊波拉來到台灣 那當然就我們跟政府交所過的人都知道 這個政府的防疫能力 基本上非常的差 那STARS的實習 我自己是 那時候是作業醫師 所以其實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醫療人員在面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當你的支援不好的情況之下 或是政府給你的 政府的應變措施不好的情況之下 醫療人員基本上會是一種犧牲者 那我相信無國建議是在很多這樣的國家 遇到這樣的狀況 其實應該是比經驗上來說 是很清楚比較多的 在系統的建構上面 或系統的要求上 我相信也是比較清楚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應該可以給我們 比較多的這樣的知識跟經驗 去瞭解說 假設這樣的狀況發生 站在無國建議 是這樣的立場怎麼處理 而如果這樣的經驗跟立場 如何在我們的國家系統裡面去做這樣的動作 那我們歡迎劉醫師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這個講話我不習慣 很瘋我方式 所以我可能會在你有點奇怪 或坐在這裡講話 因為 因為正式我也講不出話來 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劉政坤 然後我本身是威麻痣科醫生 那我從2008年 加入國際醫生 到現在 2014年 我現在擔任的是 山港辦公室董事會主席 那麼 我是台中人 台中縣東市鎮 途生途長人 雖然很多人覺得我是香港人 就是我口音不太台灣 但我的確是客家人 我是講蚊叉話 跟蚊叉話 跟國語長大的 王冬話雖然說得很不好 但是我還是會講一點 今天 感謝大家來到這裡 因為很感謝只有給我這個機會 來介紹一下國際醫生 跟伊波拉病毒的意境 那我有準備一些換成片 然後我就照著換成片開始 好了 感謝科技 我現在不用站在後面 就給控制我的換成片 OK 我幫我們下一則 好 好 對不起 五國際醫生 他是 得 這個 章誠 還是必須要講一下 我們是不分種族 宗教信仰跟政治立場 簡單講就是中立 不管任何宗教政治力量 或者我們都是不管的 我們照顧病人 也不管你是叛軍 或者是政府軍 也不管你的宗教信仰 不管你是佛教族 或者你是佛教族 或者各種 我們一律平等 我們在處理我們所有的 任務上的收益 看彼此這個原則 那 加上第二行 我們堅持人道 人道援助的權利 各手中 也不偏不倚的立場 那 五國際醫生 目前是 全世界最大的 四人技巧組織 除了 國際紅石智慧以外 就是我們最大的 但是 國際紅石智慧跟我們 有一個很根本 不同的地方 他們是帶有半觀光色彩的 他們是必須要接受 那個政府邀請 他們才會出動 那 那國際醫生的 行動的 組織 是完全靠我們自己的 組織去決定 那 我們也 我們也 85%以上 現在是80%以上的 資金是來自於 私人捐款 那 只有百分之 我們限制20%或15%以內的 資金是來自於 關於 帶有政府 證財 比如說 農圍政府啊 或者是歐盟啊 那我們在 各個國家的 計畫上 我們也會 盡量避免 這個國家的政治證財 跟我們所在的 項目所在地 有衝突 那這樣是為了要 要 保持國際層的 中立性 不要為了 因為我們資金來源 而比較我們 執行醫療行為的時候的 中立 我簡單介紹一下 國際層的歷史 因為有點長 我就快速講過 他是1971年 有一群法國醫生 他們本來是參加 國際宏旗之會 然後後來他們發現 國際宏旗之會 他們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說 你參加了宏旗之會之後 你不可以說出 你看到的事情 你不可以公開講 像現在的 現代的時代 就是你不可以寫Facebook 你不可以寫任何Vlog 絕對不可以 在國際宏旗之會裡面 但是 在那時候 那群醫生發覺 我在 在非洲看到這麼多的衝突 這麼大的 人道危機 那時候有戰爭 那 我覺得我需要講出來 所以他們聯合幾個記者 在法國成立於 國際宏族 然後 1975年 赤車高棉 國際宏族就有參與 這個救援行動 這個很快想過去 時間不夠 然後1976年的 黎巴根戰爭 然後1980年的阿富汗 其實我本來有影片 是阿富汗的時候 我們 如何用鋁子跟人力 挑了東西 走了兩天到三天的影片 不過沒有那麼多時間 然後 1984年的伊索比亞的那個 饑荒 我小時候都還有印象 在套了我的年紀 1984年是我小時候 可能因為還沒出生 然後 還有 1988年的 亞美尼亞大地震 然後再來就是 1292年的 索馬利亞饑荒 當然 我們2011年 11年以前 我們都還在索馬利亞 後來撤出 然後還有 1994年的 羅安達大吐沙 吳不介入生 是主要的見證人 見證人跟目擊者 我們有 我們在羅安達大吐沙 有非常 非常心痛的歷史 我們有很多同事 被迫互相殺害 我們有一位 國際同事 現在站在 他在路上堡 還在我們的 研究中心裡面 他是 當時受創人生的 一位 精神受創人生的 一位 外派人員 因為他當時就在現場 然後 1999年 國際上得到 索馬利亞獎 然後 2004年 我們有 四位同事 四位同事 在一台車裡面 被炸死 在 阿富汗 所以我們全面車處 阿富汗 然後 2004年的 南亞大海嘯 我想這個大家都有印象 國際上也有參與 然後 就是 2009年的 加薩走廊的衝突 今年 今年也 早些 加薩走廊的衝突 其實我們 還是有 同事在裡面 再來就是 2011年的 海地地震 再來就是 比較大的事情就是 再來就是 海淹風災 去年的 海淹風災 再來就是 2011 今年的 伊波拉病毒 這邊的影片 大概三分鐘 大家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我來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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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後面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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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氣 有了 你幫我看一下 你影片嗎 好 點在黑色中間 點在黑色中間 就有 沒有嗎 沒有嗎 我來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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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這是廣東話 因為我沒有國語版本 但是 是 中文字幕 無國界醫生的救援隊 無期望 自己可以停止 戰爭 改變世界 亦都無打算 要省於 暴力襲擊 土製炸彈 或者是槍火 膠戰 而這次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我能想到 她是 你可不想到 她是 什麼樣子 醫生、外科醫生、士忌、行政人員、後勤人員、護士、營養師 每年超過2萬名無國家醫生工作人員 為數以百萬計身處危難的人 提供緊急醫療護理和救援物資 隨著醫療知識和研究成果的發展 我們會相應地改良工作 為困境中的病人提供最好的照顧 I appeal here today to His Excellency, the Ambassador of Russia and through him to President Yeltsin to stop the bombing of defenseless civilians in Cheshire 諾貝爾和平獎的嘉許 是對無國家醫生的獨立人道救援工作 不受任何政治和軍事力量影響的肯定 我們在全球約70個國家進行救援工作 遍及非洲、亞洲、美洲和歐洲 無國家醫生有些病人被社會排職 未能獲得醫療護理 包括囚犯、無精入境者、成功作者、吸毒者和流浪兒童 我們與遭受暴力或避受不虐的人在一起 面對廣泛傳播的疾病或流行病 戰爭、政局不穩 虐疾、愛知病、結核病 暴力受害者很多時候遭受性暴力對待 營養不良 被忽略的疾病 盛銷裡發生的暴力 自然災害 有賴全球超過300萬名居本人 慷慨解僱 我們的項目千得以順利運作 這邊很短 大概就這樣 那這邊有一排東西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 可以發去給大家玩一下 這個就是兩隻小孩子的手臂 然後如果他在手臂的壁圍是在綠色圈圈裡 綠色的刻度裡面 他就是營養OK 上面有一項對應的東西 那如果是黃色、橘色的、紅色的嚴重營養不良 大家可以把它溜完一碗 然後其實在台灣的很多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不是你們年輕的時候 很久以前 看到醫診 都是派一堆醫生護士去 然後藥發打啦啦啦啦結束了就走了這樣子 那事實上成就一個醫療行為 要不僅僅是醫生跟護士 還有很多後勤的工作 就像我們需要醫生 我們需要護士 再需要後勤人員 需要ALDS這種 或者是配解核的專家 或者是Meet-Wife 台灣因為護產科醫生不夠 政府居然動腦器中 到以前的駐產室身上 駐產室 其實在國外這個制度行之有年 我們需要駐產室 還有一般的後勤人員 外科醫生 還有Mental Health 就是所謂的心理健康的人員 還有當然還有財務人員 然後還有麻醉科醫生 藥師 人力資源 各種 所以成就一個醫療行為 並不是這麼簡單 簡單說 我在每一個演講都會問大家一件事情 假設無國介醫生在60個國家 不一樣的國家工作 大家覺得無國介醫生在各地用的車子 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一樣的舉手 不一樣的舉手 謝謝 其實我們用的車子都是一樣的車子 幾乎都是同一個款式 那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這個車子是各國採買 還是在固定的一兩個國家採買 在統一運送 各國採買請舉手 那在一兩個國家採買 統一運送的請舉手 那這樣就對了 那我再讓大家想像一下 這些採買的車子 從訂購到完成 到出關、報關、上傳 到該國家入關、關稅、清關 到進到救援當地 你覺得是醫生跟護士做得了嗎 絕對不可能 醫生跟護士絕對不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知道其實沒有這麼簡單 一樣物資要從我們的倉庫去到災難的當地 都需要很多很多非醫療方面的專業的人的幫忙 才有辦法到達 我通常講這個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比較容易了解 跟大家可不可以想像 所以我們可能有用直升機運的物資 也是用飛機也有 這是我們的供應中心 這就是我們有在比利時的功用性非常非常大 然後我們車子都是長這個樣子 標誌都差不多 當然有一兩款車子不太一樣 它絕對都是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麻醉科醫生上麻藥的創造 這是我的工作 然後當然我們除了醫療行為以外 我們也會在社區做衛生懸導 在伊波拉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我們會出去廣播說 比如說今天我們有事打麻疹疫苗嗎 給疫苗先丟下 再打麻疹疫苗或有什麼辦法 就是像廣播的時候一樣 那上面是我在剛國民就跟我跟我拍的 然後就施打疫苗 然後接下來我們進入大家關注的議題 伊波拉 伊波拉病毒是什麼 基本上大家都問我一個問題 我先講好了 大家問我說你去過西非了嗎 對不起我們還沒有去過 因為我的專業不符合 我是個麻醉科醫生 我本身是麻醉科 那我們會派相對應的專家去 而不是說我今天還有熱情 然後我就可以去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這麼危險的病毒 伊波拉病毒 它是一個現狀病毒 它有好幾種不一樣的腫瘍 就是種類 那底下有這種 Zaya Sutan 或者Tai Ivory Coast 就是它發現的地方去分類 那它是人類當中 一個可以想像最兇猛的病毒 那它 它在這一個型態叫做 這個規念 它的死亡率是大概30%左右 但是Zaya這個strand 就是這次這個strand 它大概是50到90%的致死率 那 之前 之前其實世界衛生組織 算致死率的方法有錯 它們是把感染的總人數 確定 確定 伊波拉確診總人數 當分母 把死亡人數當分子 這是錯的 因為你要把死亡人數當分子 分母是 舊活的 跟已經死掉的 因為那些還在治療中 不知道它最後會死還是活 所以其實經過 Modify之後 死亡率是大於70%的 然後它沒有特別的治療 大家都知道 這都是目前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嘗試 這張圖 是我從網路上抓來的 它的歷史 從1976年 第一次發現伊波拉病毒 到2014年現在 那這個柱狀旁邊這個柱子 我找一下 我有這個 等一下 這個柱子 這個柱狀圖的柱子 就是它的人數的多寡 這個柱子 這個柱子 現在 現在2014年最多 我手上有個資料 就是從1976年到2012年 總共的死亡人數是1503人 它漏掉了2012年的一個死亡人數 那我不管 可是截至今天為止 去昨天 昨天為止 前面累積1976年到2012年的死亡人數 是1500多人 可是我們講這個柱子 有兩三百人好了 那到昨天為止 伊波拉病毒今年的死亡人數 是4492人 這是官方統計數字 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爆發的死亡人數 已經遠遠超過 從歷史以來的總死亡人數 那麼其實這些數字 我們可以說是遠遠的被低估的 因為有很多在從裡面 沒有辦法來到衛生設備裡面的人 或者是他沒有到 WHO有辦法去計算的地方的人 其實很多在路邊的視頻 就算不出來 那其實他的感染率 每三個禮拜就會 每三個禮拜就會Double一次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就說 今年到12月的時候 有可能每週會超過5000人 這樣子 那他們的說法 那事實上從今年的3月22號 在幾內亞發現第一例的那個 伊波拉病毒一開始 沒有理會 真的 就跟台灣政府一樣 沒在一起 這樣 那終於到了8月幾號 我忘記了 世界衛生組織 就宣布說 這是史無前例的世界的公共衛生危機 我們的國際主席 我們的國際主席 Joanne Liu 就是 他是加拿大人華裔 然後他也在聯合國 發表過三次演說的樣子 聯合國當中 出於大家 投注很多的資源進來 那簡單介紹一下 伊波拉病毒的一個 生物的概況 他的可能宿主是別的 可能宿主 還沒有確定 沒有一個定論 然後他會 他可能會感染到 靈長類和哺乳類 那人類在因為去打力 或者各種 去接觸到靈長 這是在被感染的靈長類 跟哺乳類的提議的時候 受到感染 然後才發現人傳人的感染 所以第一集的 第一集的傳染 對不起都是英文 第一集的傳染就是 你如果沒有被保護的 就是你動物去接觸到 已經感染的蝙蝠 不管是死還是活的 再來就是 如果是你有接觸到 有被這些蝙蝠 或者是被這些動物 污染到的水果 也有可能 但是沒有定論 也有可能被感染 那如果這個肉 是被煮熟 以及沒有任何知意的話 是可能沒有感染性的 雖然都沒有人敢出一個定論這樣子 那第二集傳染就是人傳人 如果你去接觸到 任何被感染病的血液 嘔吐物 口水 汗水 注意汗水都會 散變尿液跟精液 或者是魔乳 精液比較可怕 那你做完痊癮之後的三個月 你的精液都會有感染力 三個月內 所以那個男人最好精液三個月 然後如果活下來的話 然後那個母乳的話 大概是幾個星期 再加上 不只是直接接觸這些 如果你是間接接觸到 那些病人使用過的衣服 床墊 用過的盤子 各種東西 只要他的體液存在 可能會呈現上面 都會被感染 他跟 這邊要去澄清一件事情 大家在新聞上好像看到說 伊波拉病毒是AIRBON 就是他有可能轉變成AIRBON 就是飛魔傳染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送到英國的病毒株 都是同一種 都還沒有變種 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伊波拉病毒會不會變種 我們不敢說他不會 但目前還沒有 所以他目前還是處於接觸傳染的情況 就像剛剛提到的 SARS的死亡率 這死率 跟伊波拉病毒 是有很懸殊的差距的 SARS雖然是飛魔傳染 但他的死亡率 遠不及伊波拉 伊波拉傳染的途徑 就是你的黏膜 跟你的口腔黏膜 或者眼睛 或者鼻子 或者是你皮膚上有傷口 或者是你跟對方有性接觸 最主要的傳染途徑是什麼 就是醫護人員照顧病人 大家都知道媒體上有講過 在發病之前 在有症狀的症狀之前 出現的是沒有傳染力的 然後到死前傳染力達到高 接近達到高峰 屍體的傳染力是最高的 屍體就算死後兩三天的傳染力是最高的 所以在很多當地的風土民情上面 跟台灣也一樣 你們死了之後 不是你們 家人死了之後 你就會去撫摸屍體 撫失痛哭 甚至背中的習俗 是拿著杯子去碰個屍體 再把那個 那個酒拿起來喝掉 這種習俗 或者說你會去親我 或去擁抱你的親人的屍體 這種都會造成 嚴重的感染 比如說一個家庭 有一個人伊波拉死掉了 然後他們不知道 他是伊波拉死掉 然後舉行一個上禮 然後所有家族 十幾二十個人 非洲人都生了很多 然後一家族人 全部都去哭 幹嘛幹嘛 摸完 把他埋了之後 整個家族都中了 他就是這樣傳染開來的 那大家也知道 突然大家也知道 屍體的傳染力很高之後 就才會產生屍體被棄置在路邊的這種情況 但是我從美國CDC的網站那邊 copy下來了 那你要如何去得到伊波拉病毒 像我剛剛說過的 就是你碰到那個體液 然後被沾到體液的物體 比如說像伊波人就是針頭 然後醫藥器材 然後要不然就是被感染的動物也有可能 因為因著伊波拉死 這是我從CDC上面 copy的 所以你不會得到伊波拉 他不會經過空間傳染 他也不會經過水傳染 那也不會經過食物傳染 所以主要傳染才是體液和遭受體液感染的物品 那早期的症狀 就非常的general 像是感冒 又像是吃壞肚子 又像是虐急 在非洲 因為虐急是非常盛行的毛病 所以其實很多人得虐急 像我在非洲的時候 我們寧可自己得的病是虐急 因為你還知道你得的是什麼 吃了藥就會好 但是台灣的邏輯不一樣 在台灣覺得 得虐急我死定了這樣子 一去醫院都要通報對不對 像我從非洲回來的時候 我都會帶一台虐急藥 放在背包裡面 我要是發病的話 我絕對不會去醫院啊 我現在家裡把藥吃完我就好的啊 我去醫院搞得 大家雞飛狗湯 可是我知道我手拿在台藥就可以把我治好 我為什麼要去醫院 所以我們在非洲會寧可 我們得到的是虐急 有一次我發燒還是幹嘛 醫院不是虐急大家都緊張死了 因為你不知道是什麼病 你知道什麼病是最好的 因為他的症狀跟很多病很像 你看發燒、頭痛、嘔吐 然後胃痛 你會說你可能他不是 他不知道是不是伊波拉 為什麼現在在全世界這麼恐慌 一發燒進到你的國家你就害怕 因為他就是太像一般的感冒了 你要是一個疏物 他就傳不去了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他就侵犯黏膜 然後就會不斷的流血 然後也會有肌肉痛 到最後就會敗血症 然後敗血性修葛 然後就會死亡 然後伊波拉像我剛剛講過 他只有在你有症狀的時候 才會有傳能力 沒有症狀的時候是沒有傳能力的 在二十一天之後 你到了疫區二十一天之後 你就安全了 比如說你今天去了某個地方 你不要說去賴宇瑞亞 你去了現在還來隔壁的國家 那你回來你很擔心 你在家裡關二十一天 把自己關起來二十一天 就沒事了 那這二十一天 要準備好食物這樣 我另外講一個事情 我是我在飛機上聽到的 一個台灣CDC 跑步一個極度錯誤的訊息 他叫大家 如果你去過疫區之後 你請回家自主健康管理 二十一天 如果發現發燒跟嘔吐 麻煩你戴上口罩就醫 他居然叫 台灣CDC 居然叫空服員廣播 你發現自己發燒跟嘔吐 麻煩你戴上口罩就醫 那你一路搭乘的公共教通工具 或者是你一路遇過的人 你走過的地方是怎麼辦 這就是台灣CDC 對不起 以上代表個人立場 各位代表主持立場 這個是我從我們網站上面拿起來 這是吳郭介醫生的 伊波拉治療中心的一個 一個setting 其中一種 它有很多種不一樣的setting 最大的原則就是分流 感染管控跟分流 你要把有可能被感染的 確定被感染的 通常都要分流 比如說他的E 哎唷 教訓一下這個 比如說1這個地方 他就是疑似感染者入口 但是2才是確定感染者入口 他把癌人分的很開 然後穿著防護衣的地方在這裡 卸下防護衣的地方在這裡 你看他中間有很多圍離圍起來的通道 5是可能感染性較低 6是感染性較高 7是確診 11就是太平間 這種 我台中人哄哄哄一直出來 那個 所以 所以他就會 最主要的還是分流這個問題 是最重要的 你要隔絕所有感染的可能 我們 我還錯了 對不起 我們再說 吳國基醫生 並不是提 在非洲提供高規格的治療 吳國基醫生在非洲 我們都對於伊波拉提供的治療是相當的基本 但是我們提供的是非常高規格的感染管控跟最終 這才是治療 這才是控制伊波拉蔓延最重要的東西 當然我們知道疫苗很重要 但它還在發展中 我們知道治療或許也很重要 但是它並沒有這麼有效 最有效的還是感染控制 你沒有做好感染控制 這個疫情沒有都不會下來 這是另外一種 setting的 setting 設置 的伊波拉感染處理中心 一樣 很類似的就是 它病人的出口跟員工出入口 跟這種焚燒爐 高規區 低規區 我們都分開來 主要還是最重要的還是感染管控制的概念 等一下後面會有更多更多的照片 就是跟大家講 我們怎麼處理伊波拉病毒的這個東西 這邊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這個是照相機 特別照相機 要進去到那個伊波拉的高規區的時候 你都要經過層層嚴密的包裝 才可以進去 那這就是 濕體 我們看就是這樣 那其實伊波拉病人 廣生的病人 我們會清洗完之後 把它放 清洗完之後把它放到一個濕袋 然後再消毒 再交給家屬去掩埋 掩埋的深度也有一定的深度 但是基本上還是建議要活化 不過基於奉索明星的考量 我們還是尊重到這些奉索明星 這是目前無國界醫生 這個圖比較 我挑這張圖是因為 它有一些無國界的標誌 無國界醫生在各個國家的治療中心 這是很新很新的資料 是10月13號的 我們在獅子山共和國 大陸叫塞拉里昂這個地方 第二大城 Ball這個地方 目前有23個病人 有21個康律 然後這是我們在 康納3這個地方 有52個病人 有36康律 這是我們在 然後最大的醫療中心在這裡 現在AIRWALS3 它有132個病人 124個康律 我們這個地方 大概有260康 是目前最大的 醫波拉治療中心 這樣吐氣 我是不應該秀的 我是偷偷秀一下 大家不要拍下 然後這就是 我們的醫波拉治療中心的照片 然後這是外觀 這就是Secting 它就是砍了150棵樹 在時間內把它蓋起來 裡面給我發個帳篷 就像剛剛講的 裡面有Low Risk Area High Risk Area 高圍區低圍區 所以你看看 我們的那個 所有的 這個 治療中心的旁邊 有可能 就是可能被感染 跟路都要 都要好好的圍起來 就避免任何 可能發生的感染的情況 這就是要進去 醫波拉治療中心之前 連腳底都要消毒 然後這是幫病人量體溫 量體溫的時候 因為它可能被醫波拉感染 記得 汗也會有傳染力 所以我們的醫的人員 是連溫度計都不可以碰到的 所以他戴手套 隔著這個網罩 隔著這個網 然後幫他量體溫 然後 量完之後 體溫計也會嚴格消毒 不可以自己的肌部 接觸到量體溫的東西 這兩個小孩子的父母親 都因為 伊波拉往生了 然後 他們 他們後來被帶來 伊波拉治療中心 可是他們走過的 每一個地方 都要消毒 走過的地方 都要噴灑消毒液 這是伊波拉的症狀 這是伊波拉治療中心的入口 要進入伊波拉治療中心 就是裡面 大家注意到 這個 這邊 我走過來好了 這邊有一個籃子 水盆 裡面都是消毒液 你走過去的時候 都要採過消毒液 基本上 再強調一次 伊波拉治療跟 疫情擴散的防疫 最重要就是感染管控這些事情 感染管控的做不好是不可能的 你看美國一個病人而已 就兩個護士受感染 但我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但是 顯然的 有一點點地方 他們可能是有問題的 這是我們裡面的清潔 清潔工作人員 連他都要做這種全套的防護 這是我們的眼罩 我們唯一 有幾樣東西是重複使用的 眼罩 鞋子 還有 還有一個 我忘了 那 他們現在這是進去的地方 穿衣服的地方 這是有一定的固定的流程 這一套衣服 只穿一次 穿完就丟 就燒掉 然後 一套衣服要五十塊美金 一套五十塊 很貴 我們要花很多錢 台灣的不知道多少錢 台灣的多少錢 跟他說 台灣的多少錢 台灣的多少錢 一千塊 一千塊就是 那品質會用幾個 可以可以 我來可能做檢驗 可以 可以 那進去的時候 進去的時候 我們又晃了 對不起 進去 進去 我們也是有 body 制度 就是夥伴制度 兩個人一組進去 兩個人互相照顧 在裡面最常只能待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一定要出來 所以你可以想像 兩個人一組 進去 一百塊美金一個小時 所以這是一個很花錢的防疫工作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人要檢查 你是不是把自己的防護裝備都穿好 是不是有漏洞 是不是有地方沒有做好 然後就是兩個人互相檢查 口罩要戴兩層 一層是手術口罩裡面 裡面一層應該是M95口罩 我以前是SARS的插管組 插管小組 我戴過一個頭罩 叫做Striker T4 頭上有個地方很噓噓噓噓 可以過濾到99.9%的細菌 看起來很酷 可是我想這個應該用不上 不過我就回想起 我在SARS插管的時候 也是全身包他密不透 摩托了三層這樣子 然後 所以你看他們戴上 眼照之後要進去 外面還要有一個人看著他 是不是把眼罩戴好 這個動作很重要 因為你進去之後 你眼罩就不能再調整 因為你一條的眼罩 有可能感染的汗衣 就會從眼罩縫進去 所以你進去之後 就不能再碰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濁衣的濁衣間 裡面有很多的鏡子 讓你反覆前後的檢查 你身體上的裝備 是不是完好 是不是符合規範 所以現在他們都著裝完畢之後 就進入這個 這條東西 然後吃飯也是 這個外面負責送飯跟裡面負責接飯的人 這個湯匙跟盤子是不可以碰到的 我就是要隔空接飯這樣 然後飲料都用丟的 因為不可以用手碰 直接從外面丟到裡面 裡面也用接的 這種瓶裝飲料 就是用丟的 不可以用手 直接用手去處理這個東西 那就算是病例 也要留裡面有一個人朗送 外面有一個人出血 因為裡面的紙也不能拿出來 所以是非常非常嚴格的感染控制 不是大家想像說 嘿我衣服穿進去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做完出來就好了 衣服是這麼簡單一回事 其實這些東西都非常的基本 在資源有限的地方 大家看到的都可以做 只是就算在很先進的地方 你可能都會沒有想到 都會舒服 那你疫情就會擴散 那伊波拉的治療 其實 No Curative Treatment 沒有特別的治療 然後就主要就是給水 這些補充水的 鹽分的那些 比如像老荒利一樣的水 然後 Antipirating 就是 症狀治療 就是解熱症痛劑 然後 止痛劑 症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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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些抗生素 跟一些 比如說它有可能 同時有感染虐疾的虐疾道 然後它有 營養是用的 叫Punky Nut 我們這邊今天有兩包 就是吃這種東西 它就是 複合配方的花生醬 你有興趣吃的話 可以打開用手沾一點吃 因為我們沒有湯匙 有人想吃吃看的嗎 舉手 沒有人想吃 傳下去看就好了 你可以打開 真的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傳著看 傳著看好了 這個不僅僅是在 伊波拉的時候用 我們在很多項目裡面 治療營養不良的小朋友 都讓他們吃這個 但是這東西也是有點問題 因為根據國情不同的關係 有些國家人 就不喜歡吃花生 那我們必須去找其他東西 給他們吃 但是絕大多數這個的接受度是蠻好的 那聯合骨也是用這種東西 這是曾經最大的 伊波拉治療中心的一個設置圖 每天在哪裡有幾張床 又幾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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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怎麼樣 都是 我幫他講快點 好 這是出來的狀 出來的時候也是很嚴格 離開伊波拉治療中心的流程 是很嚴格 旁邊有一隻手 就是在前面幫你看著做錯的那個人 你出來之後你的手 要先放在旁邊的消毒桶裡面進三次 不可以只進兩次 一定要嚴格執行 一定要進三次 進完三次之後還要洗手 洗手完拖第一層 拖第一層之後再洗手 再洗手完才能把衣服都脫掉 脫掉之後 脫下衣服還要先被消毒 即便是被洗手都要被消毒過才能拿去粉燒 50塊美金就這樣沒有了 1500塊沒有了 然後鞋子要再消毒 對剛剛說還有一個重複使用的 重複使用的就是他身上那套綠色的衣服 就是手術衣裡面那一件手術衣是 不是每次用完就丟的 所以只有眼罩鞋子跟手術衣是重複使用的 然後因為你們看到那個我們的同事身上都是流汗 裡面非常非常非常的熱 加上穿了這麼多的保護裝置之後 所以在裡面也只能待一個小時 裡面大概跟我們夏天差不多熱吧 三十七三十八度 待一個小時就受不了 剛剛出來的時候非常的解放的樣子 可是你看身上都是汗 這個是你看那個 就是一樣是回到感染管通的這件事情 感染區跟非感染區一定要好好的分開來 這是運送屍體用的單架也要好好消毒 消毒的時候所有人都要做全套的防護 我們有幫其他的組織做訓練 紅石智慧 紅石智慧的人的感染的一波拉治療也是我們訓練的 通常一次為期兩天 那這是我剛剛所提到的重複使用東西 鞋子跟手術衣跟剛剛看到的那個眼鏡 這是一個旅館改建的一個 我們後來還是旅館 後來我們改建成我們的辦公室 主要的挑戰就是 它就是一個Perfect Storm 它形成這個流行病的 直到今天它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 就像完美謀殺一樣 它的感染的速度 以前那個危機總動員是那個電影 Dustin Hoffman 然後很久以前 然後兩三年前的附近應該全經過散 是講感染管控的 感染管控非常非常的嚴 非常非常的困難 然後無國接醫生的 其實以一個私人組織來說 我們有再多的錢 再多的人力 我們到今天為止 我們已經送出三千兩 我們一共有三千253位員工在當地工作 不論是外派人員或當地員工 但是我們永遠沒有辦法 取代那個國家的健康管理系統 我們也沒有辦法代替政府去執行 他們應該要執行的東西 我們畢竟只是一個組織 我們在世界上大聲疾呼 世界衛生組織 你應該要拿出你的破例 這個國家 執行住你們的資源 去幫助這些國家 但是截到 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錯 有很多國家表示意願 但他們在當地所做的事情 其實有限 不是說你今天在那邊蓋了一個治療中心 就OK 我就做了事情 不是說我今天去那邊蓋了三個實驗室 就OK的 你蓋了三個治療中心 沒有派合格的人力去 沒有用 你蓋了實驗室 你沒有人去 沒有專家去 沒有用 美國要派三千個士兵去 做什麼 徵召退伍軍人去伊波拉 幹嘛 我坦白講 這就是一個crush mark 大家都可以 那你要靠一個組織來 防堵這個疫情 真的是不可能的 所以 之前曾經發生過 就是 有些 比如說 在賴比瑞亞這個地方 就之前發生過 現在也是 越來越多的計程的司機 他們不願意再病人去 不願意再病人去那個 醫療 伊波拉中心 因為他們怕被感染 救護車也今天不運作了 然後還有當地的人做醫療中心 因為大家怕去到醫療中心 被感染到伊波拉 所以本來的病也不看了 生小孩也不去了 所以導致其實 不只在伊波拉這個病情以外 它本身的健康 社會的這種醫療系統 也在崩潰當中 因為大家害怕被感染 就不去治病 然後醫生也跑掉了 各種各種 所以 這是一個全面性的問題 而不是說一個 只是單就看一個病而已 那其實總歸一句話 做這個防疫 靠一個私人組織 雖然我們已經請住我們所有的力量 但是五國階級生組織的力量 大概到了極限 當然我們不是說我們要撤退 我們不是說我們就此殺手不關 我們還會一直在前線奮鬥 但是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施力 跟更多有效的資源的運用 當然五國階級生需要的 像幾十五年後第一件的影片 就不會 那就是基因 簡單說 對 大家能夠做什麼 其實很熟悉的講 我們就是 需要很多的資金去做這件事情 我曾經 在兩個月前 一個月前 被 被那個 陳文倩在廣播採訪 他一直問我說 為什麼你們會不顧性命的一切到 一直到前線去 他重複了兩次之後 我就阻止他 我跟他說 我們也很在乎我們的性命安危 不是說不顧性命我們去送死 但是為什麼我們願意去 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感染管控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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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跟措施是做得好的 我們目前 五千多個 員工裡面 有二十一個人受感染 六位痊癒 三位隔離中 有其他十二位 就是 不幸往生 但是這十二位的 往生的同事當中 我們去清查他們感染的源頭 絕大多數都是因為 他們在我們工作之餘 下班回家 現在還要照顧其他病人 因為他們是醫療工作人員 他們離開了治療中心之後 他們回家去 還有其他的親人要照顧 他們在照顧親人的時候 因為不是像在伊波拉治療中心裡面 有這麼完善的設施 他們做到感染 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再重申一次 這件事情 不是大家至少能全學就好了 除非你有能力 你敢把你國家鎖起來 大家都不要出去 跟大家不要進來 不然 不然 如果這個流行病 這個伊波拉疫情不控制的話 我剛剛覺得你講的那個 你的道理就是說 不是不怕生命危險 而是 那是一個知識的差別 就是說 沒有辦法防疫的人 他其實是因為 沒有那個知識的能力 跟那個伊波拉 那剛剛有提到伊波拉 鬼這邊有一個很久 好 那我們開放大家問問題喔 因為我相信大家 有非常多的問題想要問 好來這邊 剛剛有提到的是 就是剛剛有提到 你們就是會有 撤退的情況發生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們的任務才會解除 或是才會決定 欸你們就是趕快回來了 對 整個任務撤退 還是單個人撤退 就是都想問 就是對啊 比如說在戰區的幫忙 要到什麼情況下 你們才會全部撤離這樣子 我們再也沒有辦法保障 我們同事的生命 然後我們會說 我們就會撤離 這是很單純的一個狀況 我們不是去犧牲的 我們不是去 我們不是 因為為了救人 連命都不要 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則 只要我們自己的 的set up 就是我們的組織架構 已經盡了全力 還沒有辦法保障 我們同事的安全的時候 或當地的危險性高過於 我們能夠承擔的時候 或者是對於該國家 對於人道救援行動的不尊重 我們要把它表達抗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撤退 可以簡單嗎 剛剛發那個食物 然後因為剛剛 你說裡面有含花生 那有人如果對花生過敏 對不對 對這是個問題 如果對花生過敏 我們有配方奶粉 我們有另外的廚房奶粉可以吃 然後廚房奶粉有 根據數字標不一樣 有不一樣的卡羅里 有很多種不一樣的東西可以用 但是這個就是最方便 拿在手裡面就可以吃的東西 所以這個接受度 一般能量比較高 因為據我知道 吳國建議是目前在台灣 並沒有設立專責機構 so far到目前為止 那因為病毒如果沒有在別的國家 就會被stop住 他們就會過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盡量的給予協助 那我不曉得說 對於一個在台灣沒有設立正式機構的組織 民眾該怎麼樣給予捐款的幫助 目前的途徑就是到香港辦公室的網站上面 有一個online donation 就是你可以經過我們網路上的捐款 然後接受信用卡各種 因為我們在台灣 我們要來了 但是還在途中這樣子 那台灣的法律 也是有台灣法律的限制 我們來了之後 也不是馬上就可以募款這樣 如果所以大家目前 對於吳國建議生想要幫忙 想要捐款的話 可能要直接到 我們的縮寫是MSF 就是MSF 因為我們是香港辦公室 簡單介紹一下 吳國建議生在全世界有五個行眾中心 另外有二十三個分支辦公室 香港是其中一個 那每一個辦公室負責地區 所以香港當然香港所在的地區就是亞洲東南亞的中心嘛 所以東南亞最大多數是屬於香港辦公室的半袖 那台灣也是屬於香港辦公室的半袖 就是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剛才在很多的照片當中 有看到幾張就是所謂 你們有把就是分起來很多區域嘛 就是地感染可能性高感染可能性 跟已經確定感染這樣子 然後你們在進入每一個地區 就是區域的時候 都是全部就是配備這樣進入 可是有看到說 他們其實就是當地可能感染的 他們民眾是就是沒有什麼隔離 就是都坐在一起的 那這樣如果說當中有一個 譬如說他只是在高感染可能性的其中一個 他是後來被確定感染的 那不是那整組的人窮的都很高 整組的人都要追蹤 就是而且也有很高的可能感染可能性 然後我想請問說 因為是在當地他們可能知識水平比較低 所以你們叫他們怎麼做 那他們就乖乖這樣做 那當然如果有一天這個病毒 他可能就是到比較高 就是開放中國 或者開放國家 例如說台灣這樣子的話 你要譬如說 假設我們這個空間是一個隔離的空間 那我們可能五個人都在這個空間 那我們大概知道說這樣 可能彼此只要有一個人被感染 我們卻被感染 那我們可能就不會願意待在這樣子的空間的話 那這樣子例如說 我們要怎麼去 一個人就不可能再像你們在那邊一樣 我就畫一個空間 那你們全部在裡面 就是我們這邊的人不會這樣乖乖的聽話的話 不會乖乖的 那大家就等著疫情擴散 這是事實 你如果沒有這個認知 你沒有自己都不覺得你應該身為台灣人 或世界公民 你應該阻止疫情擴散的話 你就會帶著病毒出去 比如說就像那個賴比瑞亞人回到美國 他明明就去過賴比瑞亞 明明就去過他的清晰的商禮 他過海關的時候一瞞 那就是今天為什麼這個病毒會進到美國的原因 不好意思 我是為網路上的朋友問了 該問 然後他是問說 就是感染了伊波拉痊癒之後 那個癒後的狀況怎麼樣 會不會像SARS一樣有後遺症 一般不會有 只要你好好痊癒就不會有 對 我想請教一下 請問 吳國慧醫生你們是怎麼安排自己的時間 那一年要花多少時間出去外面之類 這個 我其實 我現在 我已經一段時間沒去出任務了 因為我現在是董事會 那我 這個是好幾個場面的問題 你如果再問我去出任務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完全在台灣沒有工作的 無國慧醫生其實是有薪水 只是不高 那 我那時候就靠無國慧醫生的 為國的薪水 為勝 那回台灣就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就把錢花光 黃黃的走了這樣再去做 反正在任務當地也花不了什麼錢 然後去了幾個月 再回來看看朋友 幹嘛 上飛機又走了 這樣 就是我當初的生活 那這回報告的我 出國想回家 回家想出國 因為 朋友都在台北 拖著一個行李箱 在朋友家住來住去 然後還睡人家沙發上 然後回到台中的爸爸媽媽媽 你也不想跟爸爸媽媽住太久 然後回到北州之後 哇有自己的房間 有自己的同事 哇真好 住住兩個月 不想回來 那時候就是這樣 我想請問一下 比如說像 就是如果說像正貴剛剛說的 就是開發國家 就是任命就是比較有知識 那有沒有辦法就是 準備一份 Dance S&P的東西 那可能讓 就是讓大家說知道說 那我們就是應該有 就是怎樣正確的防疫觀念 之後就是 意思就是有 比較容易受到控制 這個 我剛剛很多東西 都從美國CDC的網站上面抄的嘛 那美國CDC其實已經準備了整套的東西 發到網站上面 通民眾閱讀 我剛剛那些東西 滿確實都是給民眾閱讀的 不是給醫院用的 是一個比較general的一個知識 所以就看我們國家 我們的CDC要做什麼 這是正題目的事情 不是只有科幣跟聯帝 這樣子 對不對 這事情都快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不能越出帶跑 我們是非政府組織 我們不可能 一樣 我們在非洲不會代替 該國家政府 我們在新興國家 也不可能代替 該國家政府的衛生主管機關 這是衛生主管機關的職責 教育民眾是衛生主管機關的事情 民眾有 值得需求 那衛生主管機關應該主動提供這個東西出來 而不是讓民眾漫無無力道出去搜尋 今天CDC是英文 那看不懂英文的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你知道 除了你我以外 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 那最佳一問題 就是 比如說汗水 那它的 就是病毒的存活期間 大概是多久 就是 你不跟你說 我不知道 劉醫師你好 想請問就是 因為剛剛其實有提到 就是說 在這個國家醫療的狀況 那當然 其實我自己也從事醫療的話 就是說到頭來真的會發現說 很多醫療的問題 不只是醫師的事 就是說 你最後一定會牽扯到 所有一些政治的問題 反正說這根本就是政府的事情 那我想到 因為國際醫師其實之前 除了說這次易波拉的事情之外 之前也經常到一些戰爭的地方 所以我想說 應該免不了說 會碰到說 一些跟當地政府之間 我想就有時候的關係很微妙 因為像我之前 如果過去 台灣疫症的時候 有時候會感覺到說 其實當地政府 對一些外來的醫療團體 老實說不是很歡迎 那我想說 有沒有這方面的 過去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說 當時你們是怎麼處理的 謝謝 有啊 其實這種問題 就是不斷在發生 這種每天到內的問題 那其實在很多的非洲國家 因為無國界上歷史已經很長久了 反過來說 其實很多國家已經把 非政府組織的存在 視為理所當然 連車牌 連車牌都有NGO車牌 在首都 有NGO從人員專門去吃飯的餐廳 跟shopping的超市 那有了海關 看到你的標誌 知道你是誰 就會直接放你過去 當然也有政府不歡迎你的 比如說當初中非的危機的時候 政府是不歡迎的 聯合國是無力的 完全沒有做任何事情 現在中非危機還是存在 那比如說在 呃 04年 07年 08年的時候的 斯里蘭卡 的判軍跟政府軍 其實我們處在中間 兩邊都要溝通的情況 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你很難不去讓 政府覺得你正在判軍那邊 不讓判軍覺得你正在政府那邊 你必須盡你所能 即便你知道不可能 你也要去溝通 因為你一旦不去溝通 他就覺得你是站在另外一面的 就算他拒絕你 你也要不斷的去溝通 因為你有這個動作 表示你有這個誠意 要表示你是中立的 如果你說啊 政府不理我 那我不要管他了 判軍不理我 我不要管他了 那你的醫療中立就會出現問題 你會連你的病人都沒有把他保護 因為他們會覺得你是敵方設施 那 故事演變到立體壓開始 敵人的醫生就是我的敵人 這件事情開始 做得到軍人工作的醫療 從事人員的安全 就受到更進一步的威脅 比如說在 薛利亞 好 坦白說到這個時候 要保持中立 你只能靠你不斷的去 去大聲說我是中立的 這件事情來 來表達是中立的 可能你真的沒有辦法進到政府的區域 你只能在判決區域 可能你只能這樣判決區域 沒有辦法在政府的區域 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困難 這是day to day 我們在面臨的情況 但是我們只能說 你一定要表態 你不表態 你一直做的話 你還會被人家畫上眼色 你好 我想要請問 就是無國建醫師到 每個國家去執行醫療行為的時候 通常是適用那個國家的法律或規範 還是說是用你們組織自己內部的一些的準則 或是相關的規範 你所謂的法律原規範是 就是你們醫療行為會不會有一些 基本上我們不會去做違法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地的醫生要進去 除非緊急情況 除非說敘利還佔地 已經找不到政府在哪裡那種地方 你就不要想這些事情 但是只要是有政府主管機關在地方 比如說我們就要申請工作證 我在剛國民主共和國的時候 我就要去申請我的工作證 我就要申請我的工作簽證 那工作證跟工作簽證下來 我就可以合法在那個國家工作 我要去當地主管機關去登記 那我工作證到期我就要離開 那裡面從事的醫療行為 當然因為他們那些國家的醫療水平比較落後 所以他們就會允許我們在醫院裡面 我們想要做醫療行為 因為我們的醫療水平高過 當地的衛生主管機關太多 所以其實他們也沒有那個能力 要管一下我們到家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但是事實上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會合法 合乎當地的法律 我們不會去擺明著 跟你政府對著看 因為這裡沒有好處 因為一定是影響到你國中的本身 台灣人有一個地方不能去叫巴基斯坦 但是台灣有一個醫生去過巴基斯坦工作 一位李醫師 他拿到空前絕後的一張NGO Visa 他去了 可是之後有沒有人可以拿到第二張 不知道 目前只有他一個人成功去了巴基斯坦工作了兩個月 對 台灣的五國健身也只有六位 其中五位是醫師 一位是行政人員 所以 目前為止 我們所去過的國家 我去過最多 我去過四個不一樣的國家 再來就是阿富汗 巴基斯坦 敘利亞 還有誰去過哪裡 差不多就是這些國家 我去的國家就不要說 你剛才提到說 就是一波他是沒有藥跟醫的吧 其實他從1976年到現在也快40年了 可是為什麼說40年沒有辦法開發出普遍有效的藥跟藝能這樣 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是烏龜就想再回答 但是我可以講的話 就是在新藥的研發 這是一個醫生的知識來說 在新藥的研發跟人體試驗 跟疫苗人體試驗上 在全世界都是要嚴格遵循醫療倫理的規範 你每個東西進到Face1、Face2的試驗的時候 都會有很漫長的過程 那這個病毒的毒性這麼高 你要進到這比試驗的過程 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 那他的偶發性 他其實現在不只在西非 在剛果有一個完全獨立的伊波拉爆發事件 我們有兩組人在那裡 然後你要去採取檢體或怎麼樣 Anyway 在8月10幾號之後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公佈了 伊波拉是特例 可以以快速的方法 進行人體試驗跟新藥的試驗 但是我們要反過來想這件事情 伊波拉的病人會不會成為新藥的白老鼠 因為副作用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藥的副作用你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這個是一個兩面的事情 那我相信現在絕大多數的藥廠 我前附後記得投進去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是看在利益上 而不是看在舊人命上面 因為他們可以跳過從前這麼多障礙 要做人體試驗之後 他們現在可以快速地跳過去 其實這是伊波拉 這是疫情的另外一個隱憂 只是大家沒有提出來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倫理爭議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我看過一個很好看的漫畫 叫做伊隆 然後最後一集 最後節目 就是早前龍太龍他的帳篷被炮火給擊中 然後我就想請問一下 在那個國界醫生過去的歷史上 就是有沒有被什麼惡意的國家 就是惡意的攻擊 我剛剛有一張換張片 2004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台車在阿富汗 被一個火箭砲擊中 裡面的所有同事全部罹難 他也有很多其他的事件 我沒有辦法 基於保密的原則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但是我們的確 曾經受到一些威脅 但我們沒有辦法去提到這件事情 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遇到威脅的時候 你不覺得不安全了 對一個人不安全了 就會撤離 對我們有幾種 不一樣的撤離的計畫 或留下一些核心的人 或整組撤離 都有可能 但要在評估情況之後 決定之後 我們就會 那決定的層級是 比方說是你們的Leader 還是這個整個團隊 都有這樣的 共同意見去決定 什麼時候撤 呃 Leader可以決定 通常如果情況允許會開會 但如果情況不允許 Leader決定下令 就撤 因為我覺得在醫療團 其實我們之前遇過一些狀況是 如果一件 例如說像尤其是你們這樣子 一個非常熱血的工作的時候 有些人他如果 他的想法上覺得他 語心不容他想要繼續做 或他覺得還可以再繼續 去判斷下去 像你講的說 有時候在跟政府單位的 那個互相裁判的過程中 有的人覺得我還可以 不要放棄 我就覺得應該要離開 有沒有這種意見不合的生活 然後怎麼決定那個撤離 狀況 那就會往上報 因為其實 其實整個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就會往行動中心報 行動中心再會下決定 說是不是要撤離 其實每個 假設 當國民主共和國來講好了 如果我們有五個計畫在那裡 那首度會有一個 統籌辦公室 統籌辦公室之外 還會有上面的行動中心 其實是有訊息傳達階層的 那當然需要撤離這種 這種決定 只要時間允許 是要經過最高的這場決定 才會中 那上面決定下來 其實就撤離 就是剛剛有看到你們 就是騰空接範 然後就是想請問你們的食物來源 還有就是 你們除了防疫這些 就是你們有感染控管 但是就是 就是你們有就是有碰過 比如說 跟動物接觸 然後你們自己改 或者是就是 因為蝙蝠就是 就是會去騷擾你們嗎 食物來源 當地採買 有些比較特殊的食物 就會從國外進口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國家因為 大家不要覺得 非洲很落後 很多國家 其實非洲不在於 我覺得它首都比你想像中進步很多 很多外國人 尤其很多中國人 中國的投資 在非洲 極大的金額 跟很多中國人 講 你今天要買什麼都買得到 我在剛果跟如來達邊 竟買過大帽的醬油 大帽 然後我戴上 山上去吃控吧 然後結果 我的員工 喜歡吃控吧 就把我的醬油一次用完 三分之一瓶 所以食物的財產不是問題 再來 呃 可以剛剛 第二季 對不起 我沒有去過 但是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但是我知道的是 在09年我在43的時候 有一陣子是 拉薩觸血熱有爆發 那它觸血熱是經過 老鼠的糞便感染 那當地人沒有辦法去 完全掌控它食物清潔的時候 它的食物就是被老鼠糞便感染 它就會間接 就會得到拉薩觸血熱 所以蝙蝠攻擊的那種 我跟妳講 不知道 但是動物會 而且 非洲人喜歡吃 我們叫bush meat 就是叢林肉 猴子肉 但是如果 猴子受到感染 又死掉 然後拿它的肉來吃 又會不會感染 來 幫我一下 後面 後面 我想問一下就是 要怎麼樣才可以 進到五國界醫生那個 就是那個底子 如果是就是 就是如果對那個有興趣 應該要怎樣的 你要先具備怎樣的條件 才有辦法 就是通過神話之類的 基本上是你的語言 最基本就是這件事情 一文後八文 對 對 你會講 Foxex 可以 如果你Foxex 跟Long Day 講得非常好的話 那當然就是非常好的一個 資源 那基本上 五國界醫生 我 我個人在這裡講 我 以個人身分說這件事情 而不是以一個主席身分說這件事情 它是因為有幾支 就不要把 它不是志工 我很想在台灣很大聲的 它不是志工 它是有幾支 有幾支 就相對需要你有一定的能力 而不是如果今天我有熱情我就可以去 我們今天需要你有一定的Skill 有一定的基礎 我們需要你有團隊精神 我們需要你有專業知識 因為你這是一份工作 你把它想成這是一份我要出國工作的工作 而不是今天我滿腔熱血出國去堂志工就可以堂志工 更不是打工遊學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保護你的安全 我們是有責任的 那你相對也有責任 提供你的能力 提供你的能力 來服務人權 但我們不要說到服務 我們說是工作就好了 來達到我們所需要你工作的工作內容 所以第一個你如果是醫師的話 那除了麻醉 外科 婦產科三個特別以外 其他那科醫師就需要去休息熱帶病學 熱帶病學 我們選學的地方有三個 一個在利物浦 一個在安撤會浦比利時 一個在泰國 我們只在可這三個學歷 這些東西是你必須要付出的 呃 努力 這些錢我們不會幫你出 因為你要來 假設你今天想說你要去微軟工作好了 他會幫你出錢那就上課吧 應該不會 那雖然我們是被政府組織 但是這是被遊記制 這是相對的 責任跟 是相對的東西 當然語言能力是最基本 你不可以說我今天出去人家講十句 因為我只能聽到兩句 然後你就要出去跟人家做這件事情 這不是熱血來著 有時候熱血會壞事情的 我們需要是負責任 能夠達到工作內容的人 你有沒有熱血 事實上坦白說 我個人來說 我並不是很看重 我看重的是你有沒有那個能力 你有沒有團隊精神 你可不可以適應那個環境 再來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他 我剛剛看那個PPT裡面 就是有那個脫防護衣的那個照片這樣 然後我想請問他是不是 只要遵照他的那個脫防護衣的那個標準流程 就不會沾到病毒 因為我最近有聽到一個實驗 他是說就是在那個防護衣上面 就是騎滿那個 應該是巧克力醬這樣 然後說那個防護衣脫下來的時候 不管那個人怎麼再小心 還是會沾到那個巧克力醬這樣 我只能跟你講 我們盡我們最大努力去防疫感染這件事情 比如說百分之一百 就像你去醫院說百分之百保治好 沒有人敢跟你講 對 盡最大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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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裡面有很多training 比如說你今天進來之後 其實我們像香港每年的九月份會有個guess week 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今天遇到大量傷患的時候 他們會有模擬讓你去大量傷患 先讓你去猜想你該幹什麼 最後再告訴你 經過討論告訴你幹什麼 西方 基本上那是西方組織 我不能否認它 其實思維跟東方不一樣 東方就像我們家上課 要跟你講喔 你要聽我的喔 要這樣做 要幾個三十五個做的 不是這樣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討論 你只聽我講 你永遠記不起來 你要做才知道 那做什麼事情最好 就是模擬最好的 模擬什麼最好 就是讓你不知道背景的方向下 你去模擬 你慌了之後 我之後再告訴你 你錯在哪裡 這最有效 所以 五國天生其實是一個可以做一輩子的事情 只要你願意 很多人做了一輩子 很多人從年輕到老都奉獻在這裡 他只是因為台灣人不知道 不代表沒有這群人 沒有這些工作的可能性 所以 在五國天生裡面其實有 如果你做到一定程度之後 你有興趣 你可以直接往上走 你可以成為項目同酬 然後你做了一陣子之後 更有經驗 還有訓練 你可以成為國家項目同酬 如果你還有更有興趣 你經驗累積過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去比利時 巴黎 巴塞隆那之內 總部工作 只要你的語言能力夠好 你巴黎講要夠好的話 你可以溝通的話就可以去 對 那個 剛才就是很快的看過你們的 大概組織有什麼樣的 就是 大概有什麼樣的部門 那好像沒有看到關於 維安或保安的部門 請問一下你們在這方面是怎麼處理 我們有負責保安措施的小組 但是我們並沒有 我們不會用任何武器保護我們自己 除了在極少數的例外國家以外 我們已經撤退了索馬利亞 索馬利亞 索馬利亞我們 因為當地 你沒有任何人保護你 是絕對不可能痛 在路上走的 那 除了索馬利亞以外 還有極少數的國家外 我們在所有國家的醫院 不准拿槍跟武器淋入 所以有時候 你會在醫院外面看到 堆成小山的AK47 或者國劍超過手軟彈 排在地上 機關槍都看過 就是不可以進醫院 上我們的車 也絕對不可以帶武器 要上我們的救護車 我們都會先講好 跟告訴他們 你要帶武器 就不要上我們的車 要上我們的車 絕對不可以帶武器 我們的首位只有木棍 跟一扇門 那 真的攻進來 我們就躲起來或逃跑 就這樣 因為你一旦反抗 你就帶有攻擊性 你帶有攻擊性 你就沒有辦法保持你的重力 請問一下 你們成員有保險嗎 有 好 老師我們台灣的CGC 開始練習穿脫這一套的東西了嗎 我可以講嗎 我現在回應您剛講的那些 語飛訓控制器 以台灣在SARS的經驗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落後 而且是草菅人命的 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可以跟各位講 SARS的時候 台灣的醫院醫生跟護士 是怎麼樣過日子 那當然所謂你們看得到電視上的四個高官 他們很勇敢的穿著太空人的防護衣進去 你們知道他們進去哪一棟嗎 病人的旁邊那一棟 中間是距離數十公尺 是連Air Condition Everything is separate 然後 然後我們 等一下 這個我會哭 我們死傷了很多醫護的人 因為他們八個小時 才能換一個那個 M9的口罩 中間吃飯又拿起來 然後再戴上去 所以就可以感染了 然後他們戴的那個 PAPR就是動力呼吸器 在美國是八個小時就把那個Filter丟掉 但是因為台灣根本沒有準備 所以一個護士是戴三十天 所以你基本上到第二天就會被感染到 所以我在這三年間 其實我今年已經開發出PAPR 就是唯一國產的 跟CDC 我們在下次如果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要生產幾萬個 然後每天就更換 所以我在想 SARS的時候是我們一個很好的階級 我們在之後 我想從這邊有學到很多 就是說 其實一兩個小時就應該換M9 你知道很多護士 你總是要喝水啊 結果他們一喝水 拿起來再戴上去 基本上就感染 所以到後來 很多護士不是沒有得到SARS 而是因為他得了SARS沒有死掉 他在裡面死了一對 然後那些官員 只會把人家封業 然後讓你所有的人死在裡面 好 謝謝 我 echo一下 我以前 在SARS插館小組的時候 我回到 他們正在我那個第二年住院醫師 然後 就找我們幾個麻醉哥的 插館嗎 就是插館 那我們去插館之後 他們就叫我們 住在醫院19號的病房裡面 不要回來 然後我回去科裡面拿東西的時候 然後 居然有主席師說 你們為什麼可以回來 然後就在那邊吵 說你們以後不要回來 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那你派我去插館 你叫我不要回來 然後你叫我穿三級法部 你是不相信這個法部嗎 坦白說台灣真的是很令人 很令人心碎一個地方 或是這樣 這樣說 這是我個人的SARS的經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SARS期間 我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必須要去中國大陸 即使在SARS期間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就當然就要居家隔離嘛 但是我面對的居家隔離 是非常荒謬的方式 然後因為我是自己住還好 我很多同事跟我一樣 必須飛來飛去 然後他們回到家的時候 他們是跟家人住在一起 然後我那同事不出門 家人繼續去上班上課 然後會有人打電話來問說 欸你見有沒有發燒啊 你有沒有量體溫啊 但是因為有人同住的關係 所以電話是別人帶接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實際上是在騙自己啊 騙很大 還蠻荒謬的 那後來因為我不小心 在家裡太無聊了 我跟我的貓打不起來 因為實際上是不好玩 因為在家裡太無聊 那因為我可能玩得太大了 所以我被貓咬了一口 然後手就腫了起來 然後我自己就報備請假 我就去了榮總 然後榮總一聽說我從醫學回來 就很害怕 叫我要穿一個很像雨衣的東西 我不認為那東西能夠保護我什麼 然後要我戴口罩 戴帽子還穿鞋套 然後甚至叫我坐輪椅 我跟他說我其實是怎麼在講 沒有問題 我可以穿這個衣服自己走 他們不准 然後就很荒謬了 然後就把我送到負壓隔離病房 然後每個進來都很害怕 可是我都覺得還滿奇怪的 然後開始給我上點滴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只是這邊被貓咬到 然後被咬到地方手要舉高對不對 因為那個血液的關係 它也會很腫脹嘛 那我一隻手又打個點滴 必須放下來 被血液溫溺流 所以就造成說 我連晃泉水都打不開 因為這手很痛 這手上個點滴 一轉那個血就這樣流出來 然後我那天晚上 住在負壓隔離病房 但是到半夜他們叫我要離開 他們就把我帶到一個 所謂的野戰病房 野戰病房長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你長一個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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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龍總的停車場 他們輕功整個樓面 然後就有個一床一床一床 那一床跟一床中間 就是用很簡單的隔離 那當然是沒有門 他們跟我說基本消費要三天 住在那裡 那我是覺得 我不太了解 如果SARS是可以經過空氣傳染的 我們在那樣的地方 怎麼可以保護其他沒有被感染的人 保證感染 所以那是保證病房 所以我從那次的經驗 我就覺得說學到幾個教訓 然後不要跟我玩太大 然後小心不要讓自己生病 我想也只能這個樣子了 要不然再來就是多拜佛 多拜上帝吧 自求多佛 再想問 再想問有什麼 有興趣的要談的部分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要問就是 會不會有很大的努力感 因為當你們要面對的是 比方說那是一個政府系統的 不作為 或WHO跟你們之間的關係 你說我個人嗎 我這一層沒有那麼高 但是以組織來說其實是有的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極早 WHO有投注更多的經歷 在3月初到4月5月6月7月8日 5個月 已經5個月之後他們才投注經歷 其實有很多國家 我這邊講 我們有見到某些國家的高層 極度先進國家的高層 然後有跟他們談 要派人去 他們其實都嚇得要死 也不願意派人去 因為他們不想負責任 所以 這些先進國家 其實也是火燒到家門口 他們才react 要去做這件事情 絕對大多數人也是 不太管那些國家的死活 所以其實 其實 很 的確是很無力啦 因為我們 請住所有整個組織的資源在那裡 講了這麼多 然後其實過了這麼多月 大家才有回應 可是坦白講 回應這件事情 我們預見是這個事情 至少要兩年 兩年才會結束 最爽 那 那這樣你們要怎麼去面對這種無力感 一直坐下去 沒有辦法 就是坐下去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要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現在工作的地方 我們也很擔心這個疫情 而且我們非常清楚的 不能信任這個政府 那我們有在一個案子上面 就是要釐清說 那我們現在還能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有一個我們很擔憂的是 你是所謂邊境管理 就是你剛好提過的 這些來來回回 飛來飛去 尤其SARS的經驗在台灣的經驗也是 大家不會老實地說 我從哪裡回來 那或者說像這樣子的邊境的流轉 或者像你剛提過說 很多中國人在非洲的地方工作 但是他們在 跟台灣之間的關係又非常的親密 那這樣子的一個邊境管理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系統可以處理 我坦白說沒有 我是說實話 你 我們是做得到 由護照 由你的航班去確定你前個出發離在哪裡 但是你沒有辦法再去確定他在21天以前有沒有去過其他地方 除非你一頁一頁去翻他的護照的帳 他不然你是發現不了的 但是台灣沒有這麼多時間去一頁一頁翻他的帳 如果他一頁一頁翻他的帳的話 那人過不完 那在台灣還有電視通關 對 是坦白講 只有靠公民的自覺 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從非洲源頭 把他疫情管控好 把那個疫情控制下來 不然他一定是慢慢漫出來 好 還有沒有最後一點點時間 好來周臉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說 病毒這件事情 他不會因為 你是比較 要讀書讀的比較高 或讀書讀的學歷 或者是你的 比較有錢或比較沒錢 然後你就不會感染病 不會感染 但是實際上的狀況其實還是要回到說 我們現在是 就是剛剛提到說 那是全球流動的一個時代 在全球流動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很明顯 因為剛剛提到 有很多談到 比如說從個人城市怎麼去做防疫 那剛剛也提到說 最重要是由政府的工作 可是這種全球流動的時代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政府 國際政府跟政府跟政府之間的 那種合作的關係 也就是在防疫的工作上面 那其實我們就會看到說 窮的國家 就會 所以才會有無國界醫生的存在 就是因為你要 就是因為很 比如說窮 比較貧困的國家 階級地位比較相對落後的國家的時候 他相對來講就會很需要無國界醫生 那剛剛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做到防疫工作 那也許尤其是在所謂落後國家 也可以做好健康衛生的 公共衛生方面的東西 當然是很好 可是問題是在於剛剛提到 國家跟國家之間 那所以我想舉一個例子 就是預設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說 每三州的感染人數會倍增的問題 那我覺得 是不是中國大陸遲早 在跟非洲 這麼密切的外交關係上面 那有那麼多的投資 有那麼多的產業行為 我覺得好像也陸續聽到 中國大陸是跑不掉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跑不掉的時候 我相信台灣會跑不掉 香港會跑不掉 可是在於目前那種政治這麼 這樣的關係之下 如果沒有辦法做一個 國家或政府之間的 一個防疫合作的狀況之下 無國界醫生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介入嗎 或是說 比如說 當然如果中國大陸發生的問題 我相信會 可是如果在台灣也有發生類似的疫情的時候 那無國界醫生的組織大概會採取什麼樣的 因為剛剛也提到說 可能即將要來台灣盛典的時候的狀況 稍微提醒 我先澄清 如果在中國大陸發生的話 我們不可能做任何事情 因為大陸不會允許任何國際組織 丟他們的臉 不只是我們 大陸的目前政策是如此 蛤 最近都對你去的他們做的東西 可是他就是 他覺得他們 如果你任何的國際組織做的 他們覺得他就他們的入身費數 磁技是上的國人 磁技是上的國人 只是他們的 他們都是盈利企業 Anyway 那 就我 穿這個衣服不予自憑 脫掉我再罷了 別人 現在說不好啦 那個台灣這邊 基本上我們不會主動啦 我必須坦白說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 醫療發展的先進國家 我們台灣的醫療水平 雖然健保很爛 但是醫療水平是有的 除非中華民國政府 向我們要求要Portocall 我們會考慮討論之後是不是給 但是我們不會主動介入 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應該 一樣再說一次 不應該介入該國的醫療系統 防疫疫波拉最根本的方法 就是從西非把它堵起來 而不是把你家門灌起來 你就是現在該做的 就是把它源頭那個地方的 感染控制做好 因為你就像癌症一樣 你不去治療癌症 你只治療它擴散出去的東西 永遠是不完的 對 好 那我想問一下 那這幾個時候 附近是不是有什麼案例的吧 就是台灣很多人沒有說 目前沒有啊 這個有了就大新聞 對 我不用我告訴你 那我反正報告都可以講 對 他跟你講 他跟你講 都可以幫我趕在這邊說 我是有聽說 中國人沒有出事險 不過他們好像是才拋棄事處理 就是直徑不舉出 當然就是八卦這樣子 對 中國都可以秘言春的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有可能 那就是說如果說中國要被真的出狀況 那我們台灣 在得知就是一波拉開始流竄的時候 我們個人的話 一半年都該怎麼出年了 我們是要把買很多水跟食物 躲在家裡三個月之類的 就是沒有辦法 我會建議你保持一般的生活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哪裡會有什麼事情 就像我一個同事他要去法國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可以去法國一波拉 我說真的沒有辦法 如果真的你要得 這個他疫情還沒有擴散到到處都是 你要把自己關起來 你可能只有在非洲那種國家 把自己關起來有用 在零星的Case的地方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預測 他會出現在哪裡 你有辦法去預測你身邊的人 當然你要把自己關起來也可以啦 你要關兩年 我尊重個人的決定 好 正在這樣 光來國建醫師跟一波拉的疫情 各位還有什麼想要 詢問或者是討論的 OK 好 那我們非常開心 今天這麼熱烈的討論 也非常謝謝劉醫師 帶這麼好的訊息給我 那有興趣就是說 因為在場有些醫學系的同學 假設你們覺得你們的語言 好好學 搞不好以後有機會 好好去apply 那或者是說 至少我覺得 我們可以先做到的事情 是第一個 把這個知識 可以做一個充分訊息的傳遞 因為我想大家都曉得 在台灣 現在不能靠政府的電主媒體 你要靠懶人包 所以假設有非常厲害的同學 可以做製作懶人包 然後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覺得說不定是一個很好的 防疫上的做法 也是一個減少恐慌的做法 那當然 我們還是相信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 他 像剛剛明醫師提到的 包含很多防疫的部分 很多的 這些 設備等等的部分 其實是靠捐款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這樣都會協助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再次非常謝謝林醫師 跟劉醫師 那 依照慣例 那就是還是要稍微 預告一下我們下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 那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 我們會邀請到一位原住民 阿美祖的原住民 他現在在荷蘭的萊頓大學 在念博士生 那他最近寫了一本書叫做《絕導之咒》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透過文學 原住民的文學 來討論從文學裡面 來看到我們當代台灣原住民的困境 那所以這是下禮拜的一個主題 那也歡迎同一個時間 七點鐘的時候 讓大家在好辦這個地方來聚集 那最後一樣 就是這個小小的箱子就放在前面 大家就比較客氣了 那今天就是全部會給這個五國界醫生 然後如果大家會後 如果對於五國界醫生 還有想要更多的了解 那劉醫師還會在這邊再待一下 那可能大家也可以來詢問一些問題 那我們前面有一些簡單的年報 還有一些簡介都還有 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也可以來前面這邊 那是不是最後那個好辦這邊 那邊有事情要宣布 來 好 那個 大家好我是那個 市店長彥宇 就是我們這邊 就是我們最近 就是觀察到好辦 因為我們大概已經來大概一個月了 然後其實我們也經歷過大概 大家小小應該不下十一場活動 然後我們就是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每次都看到 那個就是我們活動結束之後 那個兩位老闆娘都默默的在旁邊就是收東西 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希望說這個好辦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非常友善非常友好的空間 那我們希望大家也可以互相協助一下 就是等一下我們就是 就我們建立一個好辦默契 就是希望大家在這邊可以 嗯 協助我們可以把那個桌椅啊 就是把它疊好 然後放在旁邊 然後我們再把它收進去 然後大家也可以協助我們拼那個台中桌 我覺得那個也蠻好玩啦 可以當個遊戲 對 就這樣 嗯 對 主要就是講這個請大家協助一下 好好好 這個好辦的那個 對對對 好 OK 好那我們活動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就剛剛講的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還是可以再協助一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